嘩,嚇死我了 嘩,我看到眼鏡射 Hello,大家好,我是Philip 又來到閒道西村的時間 今天天氣這麼好 又上去茅瓶那邊看真正的騰河 如果像我在馬康山那邊住的話 其實有兩個出發點 一,在富安花園那邊 經梅子林路上去 不過那條路呢 我覺得有點兒辛苦 所以呢 我就用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由爾安村搭小巴上馬康山村 然後馬康山村走上去安平 又安平再下去 而這條片和我上次去安平營地的一條片 最大的不同 除了去看那個騰王之外 最主要就是去那個竹林 因為其實上次我下山的時間 是走大水井落 其實那邊都有一個小小的竹林 但是沒有茅瓶那邊那麼漂亮 所以我決定今次會在茅瓶那邊下山 去看那邊的竹林 那麼快就已經上來岸平營地那邊 其實呢 這裡還有一條路線我沒有走過 就是後面這個大金鐘 這裡我今次不逗留太久了 我現在就直下去 茅瓶騰王 還有古道竹林那邊 離開了岸平營地之後 又來到這個十字路口 我們就要走右邊這邊 就要到茅瓶那裡 來到這個牌這個位 就證明我們到第一個景點 就是騰王那邊 如果要去騰王那裡 就由這邊 基圍二營 這邊這個位置進去 前面那個位置會有個涼亭 可以進去騰王那邊 旁邊 右邊的位置會有個路口 可以進去騰王那邊 沿完這個路口進去 就可以去到騰王那一處 這裡呢 嘩 嘩 嚇死 嘩 嘩 嘩 一條眼鏡射 嘩 差點踩下去 這裏呢 這裏呢 就是騰王那邊 主幹呢 就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它就是主幹 然後它就好像電話線那樣 伸延出去 進這裏 上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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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在上面,前面也有 看完投行之後,我們就要由北港這邊下去 來到前面這個分拆口,我們沿右邊這邊下北港 好,經過一輪艱辛的斜路之後,來到這裏 我覺得差不多到竹林那邊 因為現在左邊和右邊的竹都開始多起上來 即是這裏 真的到了,我要放低一點給大家看看 這裏拍上去的話,剛剛的竹是這樣糊上去 好像形成一條隧道一樣 好美啊,這裏 今天好可惜,只有我自己一個人來走 如果不是的話,有人可以幫我拍照 這個位置真的完美 看回整個鐘樓,這裏真的很美 真是沒得頂 所以有時候說,美景不一定要去外國的 不一定要去日本的 來到香港這些位置 都是一個非常美的竹林景 我現在就會沿著這條路,直接到北港那邊 就乘車離開這裏 來到這個閘口之後 小心一點 過了這個閘口之後 沿回左邊這個斜路 走出去就可以 好,今天整條路程我大約用了三個小時左右 算是可以容易走的 但是有某一些位置 例如我剛才下竹林那裏 是有少少難度 即是如果想走得輕鬆少少少的 就真的在岸坪那邊出發 因為那個雖然說它都有想下山路 但是它上山那段路不是太過辛苦 是下山剛才那位有些難度 但是反過來的話 大家想想一下,全部是走斜路上 相對會辛苦很多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裏為止 我們下次繼續和大家走到氣川 拜拜